我们今天在大山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古村 我们去看一看 这里就可以看到那些村子一样的房子 对呀 每家房间好像都有一棵树都开花了 好漂亮呀 这是他们的标志 这是他们的生活来源 去的太美了 还有一条小溪 这里面有螃蟹吗 这个小河里面有螃蟹的话肯定有大石头 这个地方全是小河里面 太美了 这里 看到吗 漂亮 哇 你们看 这里在养蜜蜂 哇 那个小河里面一点一点水流声都可以听见 嗯 因为这里很安静 我们从那边看上来的话 可能只有几户人在那里面 本来就只有几户啊 哇 这个被蜂 这个被蜂是装啥的 怎么这么高啊 因为装满了能背得动吗 装柴的吧 这背线这么短 好可爱的被蜂 好抽象的被蜂 对 可以背一下吗 可以 你是来偷被蜂的吗 你看 哇 真的好大呀 我感觉比我的蜂都还大 你看 好像都是这种被蜂的 嗯 这被烤蜂的 那这里种烤蜂 以种烤蜂为生嘛 这里 到处是鸟叫声 这应该就称得上是鸟玉花香了吧 嗯 可以说是一个四味桃园 嗯 这里有灌牛 灌猪的 这里有菜蕴子 最近应该没什么说菜了吧 哇 真的很美 这里 这里真的是 试错的座 试错的座 不然呢 这里又没有KTV 又没有娱乐场所 又没有烧烤 每天吃完饭后 就只能去串交 串整交货 看看电视了 拉拉磕 然后就回家睡觉了 一大早起来又去 放牛喂猪了 对 这里还有一个石墨 这个用来吹那个豆子的 哇 哎呦 哇 停不动 太重了 好像是好久没在家里做了 这里有个水景 这里有水景吗 看一下 哇 这里面还有水 满的 对啊 满的 这水是满的 这也是石墨 应该是吹玉米的 这上面好冷啊 这会人家在家里做吧 应该是 你看人前全货重的这些 对 哇 你看那里那水机 是用来当金控的吗 哈哈 好奢侈呀 对啊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你看那边的房子 好像都没人做 过去看一下 这些菜云子 很多比如说 嗯 这些人懒了 还是没人做了 这里 人家都没有在家了 都是人家老人在家里 哦 这里是个水沟 发大水的时候 应该会有水吧 这里 对 现在都已经干净了 嗯 你看这个菜银子 还是挖出来的 应该是准备种菜了的 后面还有一个 有没有发现 这些房子 全部都是长得一模一样 嗯 都有一条小路上去 这是人家 相近的小路 嗯 是吗 哦 外面亮的有衣服 嗯 小心被疯子招 过去看一下 这些桃花都还没有完全盛开 像我们那下面的桃花都过路了 上面还有房子 我们到上面去看一看 不知道上面这户 人家还有没有在里面坐 大家看这个路都长满青苔了 应该是没人坐了吧 对 这应该是里面是这吧 应该是 还是小时候到处都有人坐 到处都充满人间一火气 啊 每天早晨起来都能看到 大家的房梁 在冒婴 做饭 做桌草 做饭了 是的 然后你就可以拿着碗去蹭饭了 那个时候蹭饭还不好蹭呢 因为每家每户都缺 缺吃的 所以在这上面了 看这个趋势好像没人坐 对啊 是的像这种木房子 多年不住的话 就会自然塌掉的 看没人在家里 你们这些门全部都是锁上吧 嗯 他们应该是出去一阵前去了 那会不连长回家的 有可能吧 你看还是以前的老师厕所 嗯 那桌菌 毛坑 感觉每家每户的背后都藏着一堆的柴 肯定呢 因为乡下做饭 煮桌草 都是用柴虎嘛 等一下后面也是一片竹林 这种竹子特别好 还可以拿去钓鱼 这个好像是金竹吧 是的金竹 这种竹子的竹笋特别好吃 你吃过吗 我家到处的是 我就喜欢吃这种竹子 我以为这种竹子特别的直 这里有一个水缸 这个货纹好漂亮 这个是废弃了的 这里应该以前是个厨房吧 拆掉了 这旁边以前也有户人家 他们把房子拆了 现在已经变成土了 其实这些房子挺好的 是的 你看这个凳子 我小时候最喜欢做这种小凳子 难怪长不高 我做了一顿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是好的 这个特别可爱 对呀 你把房子拆下来 我在以后就有了 你把房子拆下来 你把房子拆下来 我拆下来 我拆下来 你把房子拆下来 这就是你们的 哦 这房子是你们的 因为还有几天在拆下来 我们的房子拆下来 我们的房子拆下来 就有点家人在拆下来 嗯 要开这两半筒吗 要开这两半筒吗 嗯 要开这两半筒 你把房子拆下来 对 把房子拆下来 把房子拆下来 要拆下来 要拆下来 一些农家 一些农家拆下来 所以 边拆边生活 这样子 他们挺满足的 嗯 感觉挺不料的 一个人 坐在这里 而且现在好多人都 现在晚上出去找人 玩都找不到了 感觉 你发现没有 刚刚他穿的是一件很干净 很新的衣服 嗯 就是在那边 半酒席的地方吃酒 哦 像农村这些 都是去吃酒的时候 穿得很干净 然后去干活的时候 肯定呢 搬衣服 走人负嘛 肯定要穿好一点 我突然想起 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有一件新衣服 要等到去拿你吃酒的时候 嗯 哇 你看 那树下面还有一条小鞋 那个河沟里面的水很小 嗯 但是大一点的话 应该会很好 过几天就大了 因为最近没下雨啊 但是每天都下暴雨 那肯定水特别大了 要下春雨嘛 你看这个木子好大呀 这里也有口水井 感觉当村好多水井啊 对啊 看这里也是 以前也是一栋房子 也拆掉了 应该是塌掉了 他们就来把它拆了吧 你看这些瓦片都还在流起来的 什么时候中暴谷啊 这些肯定全部种的是豆谷 现在已经在准备种豆谷了 那个羊苗已经撒下去了 嗯 到时候这些全是金灿灿的粮食 你们你说多啊 没有 十两米 哦 咱们来了 哦 等你们就拿哈 嗯 等你们就拿 等你三口大 等你几个公里 哦 哈哈 这么多玉米 对 金灿灿的粮食 对啊 那你怎么都喜欢把玉米挂在房梁上呢 因为挂在上面酿干 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 你不知道 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干 嗯 哇 这个路好陡啊 嗯 滚下去吧 哎 不要吓我 要不我给你裹成一个球 扔下去 你先示范一下呗 我这样 把你捏成一个球 这样 你看那里有户人家 等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里啊 嗯 应该是有人在做的 你看这些路都是很干净的 没有长草 你看这个路好原始啊 这里可以踩水过去 哇 这个 好漂亮啊 小心掉河里 我可不会游泳啊 这么小的水 没事我可以救你 你看这个路是用这个木头做的 这样子它不会腐蚀吗 不会啊 我在想这是不是韭菜 这肯定是韭菜啦 可惜我们今天没带刀来 带刀来我们也可以割韭菜了 割你的韭菜吗 割别人的韭菜 这里本来又有一条路过来的 这个木头好小啊 只能通过 两个人 通过人走 那个车是开不了的 但是技术不好啊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队窝 感觉在农村发现最多的就是水缸 队窝 对啊还有这个墨子 因为以前没有机器嘛 也买不起机器 就只能用这些石墨来做了 这个是什么吗 打勺烟 打勺烟的 打勺藤的 那个是 对啊 喂猪的 你看这里有个堵木桥 你走你的堵木桥吧 你过你的阳光罩吗 对啊 挺稳的啊 走呗 我觉得我还是挺静的 要走我再胖一点就做不了 算了不把那山弄断了 那里也可以走的 那里有那个石墩子 你看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那你们是央苗 就是种稻谷那个吗 对啊 马上就可以出看那个稻谷了 嗯是的 快看里面有好多鱼啊 小鱼你看 对好多小鱼啊 那么小一点点 还吃的还不够我山牙 你养大的再说吧 如果你是把这种方案 不介意 它跟着你 好多小鱼啊 快看去吧